凭借着一代宗师张子怡横扫九大颁奖典礼 最佳女主角的奖杯拿到手软 其实当年王家卫清定张子怡当女主角的时候 还是2002年 那个时候国际章风头正进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 这一路走来的跌宕起伏 也足够让张子怡在拿奖的时候感慨万分 谢谢一代宗师的台前幕后的所有人 谢谢你们 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旅程 谢谢梁朝伟先生 不管今天最佳男主角的奖杯归谁 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佳男主角 在台上数度哽咽 将身边的所有人都感谢了一圈 张子怡凭借电影一代宗师 龚二的角色昨天又在金像奖拿奖了 再加上之前的各种奖项 龚二已经为他带来了九个影后的荣誉 可谓是货真价实的大美观 但如果说到张子怡在电影上的一路畅通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导演王家卫的名字 一部拍了近十年的一代宗师 让他一下子又回到了事业的顶端 但是纵观张子怡这十年 尤其是在香港 其实走得并不太顺利 从拍戏不被看好 到恋情 饱受争议 再到昨天的造型诟病 张子怡一直是一位话题人物 张子怡这次金像奖的话 他并没有穿个特别合适的 合身或者合适的这个衣服 他也没有办法把 这件的晚礼服呢 完完全全的穿出 他的这个品味出来 而就在最近 英国摇滚员队Cose Lay的 新单曲Magic MV首播 成员们破天荒找来了张子怡 来担任MV的女主角 在MV当中 张子怡以浓眉大眼的烟熏装出镜 却也被港媒骂成是拍了鬼片 看到张子怡很多时候 出场的时候呢 就是同样的一种的造型 就是那头发呢 不是炸个马尾电 然后呢就是把它盘起来 然后没有太多的这个改变 然后呢穿的都是品牌 给孕穿的这种衣服 所以在造型方面呢 很多时候呢 并没有呢 显现了明星的这个范的 这种的效果 张子怡能够如此不在乎 自己的形象 因为他全靠演技获胜 2000年张子怡凭借着卧虎藏龙 开始走入香港媒体的视线 在香港人看来 张子怡来自内地 不漂亮 心味也不够 2004年 电影《英雄》和《石面埋伏》 让张子怡在全球大红大紫 但是港媒仍旧不看好张子怡 而为何他能够出演一代宗师呢 为此我们也采访了香港娱乐圈 颇为了解的记者 因为其实张子怡跟王家卫导演 已经是合作过两次了 最早的时候是在2004年的2046 然后在当时的话 虽然张子怡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角色 但是他当时的演技就已经非常让王导欣慰了 就是他能够非常通过自己的眼神 和自己的张力来表现出王家卫导演他想要的东西 由此看来张子怡在十年的演艺生涯当中 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拍了一代宗师 而凭借着香港人对大导演的喜爱 张子怡也获得了香港媒体复杂的感情 你能够看到其实最最早张子怡印入大家眼帘的时候 其实是2001年 然后他传出跟成龙父子的三角恋 然后再到后面他跟获齐山的恋爱 其实张子怡在最初的时候 是用了香港媒体最喜欢的一个手法 也就是绯闻和八卦 来让大家注意到他自己 关于张子怡的个人恋情 在娱乐圈一直被传得沸沸扬扬 先是与获齐山传出恋情 被劈棒上了富二代 2007年1月 张子怡和41岁的以色列富翁男友 在纽约观看比赛的时候被拍 又被说成是在好莱坞找到了新靠山 再就是央视梦想新搭档的发布会现场 被发言人口误传出了与名嘴萨贝云的恋爱关系 因为我们同样是为了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相议在这里 刚才比如说我们的子怡和那个宝怡和小仨 张 但这段感情只持续了一年多 两人于13年7月分手 2013年12月25日 港媒报道称内地歌手汪峰离婚 并公开了与张子怡的恋情 现在两个人沉聚在幸福之中 虽然很多人不看好他们 但是张子怡这次对汪峰还挺认真 恋情也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我想对所有人也想对你说 我想像有一天 有我的亲人和朋友 不会因为我们真挚的爱 而反而遭受折磨和去 我想像有一天你我 还有所有能称之为公众人物的人的 那些爱 可以不被指责污蔑 能得到大家真诚的祝福 他们俩经常被拍到一同出游的照片 如今的张子怡已经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的状态 但是没有了好莱坞交往对象 已经失去了国际背景的张子怡 接下来的新途又会怎样呢 虽然张子怡目前已经拿下了九个影后的封号 但细看她这几年的走向 除了一再被拿奖的一代宗师之外 拍出的电影都没有获得多大的影响力 张子怡离国际章的称号越来越远 她有进军过好莱坞 包括受伤一句回忆录之类的 可是感觉拼拼 而且她之前有在好莱坞上面拍过另外一部曲 她真的不需要在好莱坞局部都没有怎么播 所以有一个方向是她可能会重回好莱坞 可能重新会跟类似于像李安这样的导演 重新再合作 但是这个的话呢 可能机会并没有那么的多 因为毕竟她现在也没有太多的好莱坞的后台 可以去支持她 不管如今的张子怡是否还能够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散发光彩 或是直接转为幕后做一名导演 至少她作为中国内地的一名艺人 从默默无闻到影后专业户 张子怡已经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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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